奥迪A6R和雷克萨斯ES300 这两款车子该如何选择呢 奥迪A6R商务 气息比较浓重 开奥迪A6的 有的是很有钱 但有的你猜不出它干嘛 它是很神秘 是那些开路口开奔驰的 都要去给它点头哈摇 就是你猜要永远猜不透 它最神秘的一个车子 CG车里 那么雷克萨斯ES300呢 几乎都是 个人呢 家用代步买这款车子 它没有什么神秘感 但是买这部车的人 它不是买不起奥迪A6 知道吧 它相中的看好的地方 它不一样 但绝对不是囊货 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 雷克萨斯ES300 我就告诉你这部车 除了省油 它的行驶质感是非常好的 毕竟是使用的是 丰田的TSS双晶滚动系统 岂不用电汽车的 发动机不介入 操作加速的时候 发动机才介入 油耗口除了油耗口会省很多 行驶质感会更好一些 知道吗 它的实力绝对不 差于开奥迪A6L的人 所以说 开雷克萨斯ES300的人 绝对不能可以小看它 知道吗 当然 奥迪A6呢 你要说它扣大上 它可以扣大上 你要说是稍微 低着挡 它也可以低着挡 这个车子 是有神秘感的 知道吗 那么市民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